事件发生在本周三下午,501路Queen Street街车行至John Street附近时,一名乘客向司机报告车上有歹徒向乘客性骚扰,司机随即停车。 在警察赶到之前,歹徒设法从车厢中逃脱,受害人跟在歹徒身后追赶。 接着司机见状也下车帮助受害者追人,将一车乘客留在了路上。 接车司机目前已经被停止,他正面临公车局的内部调查,并有可能失去这份工作。 魏福德今天表示,公车局认为该接车司机违反了操作规定,在突发状况下没有以车上大部分乘客的安全为先。 他理解司机当时的举动是出于好意,但是司机事先并不知道歹徒身上是否携带了武器, 因此他的这种善举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,也使接车上的乘客面临危险。 魏福德强调,在突发状况下,接车司机应该坚守岗位,并及时向警方通报情况。 另外,魏福德透露,公车局并没有将司机开除,只是需要和他进行谈话,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。 与公车局的态度截然不同,事发街车上的乘客则认为,司机的举动十分勇敢,令人钦佩。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当时被留在了危险的环境当中,而且也不觉得事件为自己带来了不便。 代表街车司机的工会则对公车局的停止决定表示失望。 对公车局的停止决定表示失望。